《獨木的推薦書》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集的《獨木的推薦書》 我是沃甫 我是愛麗絲 老師,上次我們講金馬影展的時候 你說鬼店裡你覺得最恐怖的橋段 和鬼一點關係也沒有,對嗎? 對 所以你看恐怖電影會覺得有趣 看到沒有鬼的情節反而會覺得恐怖 你好奇怪喔 我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奇怪 不過你剛提到的狀況不應該放在一起類比 我會覺得恐怖電影有趣 大多是因為我注意到編導們使用哪些技法 就跟創作有關 但是那些沒有鬼卻讓我覺得恐怖的情節 跟創作沒有關係 在我的閱讀經驗當中最恐怖的一個故事就是如此 那個故事裡沒有鬼 作者的創作技法非常好,讀起來很流暢 但是讀到某個段落的時候我突然驚覺 這個故事好可怕 到底什麼故事那麼可怕? 馬魁斯的短篇小說我只是來接個電話 這個故事描述瑪莉亞的車在大雨中拋錨 她需要找個地方接電話 打電話通知丈夫說她會遲到 但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 她等了半天才終於等到一部好心停下來的巴士 說可以順道在那去可以接電話的地方 沒想到 她 日到鬼 就說這個故事沒有鬼 那 日到壞人 也不是 孩子你不是這種脫懶的人 這也不是恐怖小說 你可以自己去讀 這個短篇收在馬魁斯的短篇集《異鄉課》裡面 這本短篇集裡面的小說非常好看 每篇都讀得非常過癮 當年就是我第一次讀馬魁斯的作品 某些方面來說 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比馬魁斯的經典《百年孤集》還要大 《百年孤集》我有讀過 我對失眠症大流行那段印象很深 讀起來很不可思議 但感覺好像是真的 讀到那些人因為無法入睡 開始遺忘事物的名字 真的很可怕啊 那個段落和《百年孤集》最重要的主題 也就是記憶和遺忘有關 其實《百年孤集》最厲害的原因之一 就在於它表面上看起來 雖然是六代人光怪陸禮的歷史 實際上又包括了中南美洲的血淚 核心又是各國讀者都能理解的 記憶和遺忘 書中重要的情節跟轉折 你都可以找到這個主題 雖然各國讀者都視為經典 但是馬魁斯的繁體中文授權得來不易 他還在世的時候因為覺得中國的盜版很多 所以就不授權中文版 台灣就被清零進去了 問題是你不授權給中國 中國一樣在盜版 他過世前授權給中國了 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 中國出版社出了還不錯的價錢 但這回台灣就被排除在外 最後台灣中有了繁體中文版 電子版又等了幾年才上架 現在馬魁斯的四本經典 包括《百年孤集》跟《印象課》 都有電子書了 所以大家把信用卡拿出來 乖乖聽話刷下去 我保證沒有人會受傷的 有時跨國授權真的很奇妙 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 被其他國家的出版社搞了什麼嘛 說到這個就想到沙琳傑 他選了麥田捕手之後 雖然這部作品成為一個長銷的經典 但沙琳傑本人幾乎就隱居了 一直到台灣立法保障國外作家的著作權之後 大家還是可以在市面上買到很多不同版本的麥田捕手 好像這個是作者已經過世很久的公版書一樣 一直到十多年前 麥田出版社出版麥田捕手 大家才發現麥田捕手不但不是公版書 而且沙琳傑根本就還在世 這也太誇張了吧 對好像突然發現沙琳傑死而復生了一樣 主角霍爾頓在耶誕節的前幾天被學校退學 他心想在外頭混幾天再回家面對現實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他那幾天的經歷 聽起來好像很頻繁 但是沙琳傑非常精準地抓到了一個很難言喻的人生階段 不想循歸道舉 但又不是真的是壞蛋 還在想自己能做什麼 但又覺得有點不切實際 麥田捕手的經典魅力 就來自於不同時代的讀者都能夠理解霍爾頓 並且從他身上看到自己 最難的應該就是描述那個很不容易講清楚的人生階段吧 對 不過講到這個我就想起另外一部 很早就已經是經典但是很晚才上電子書的作品 公布美性的模仿範 怎麼會從麥田捕手想到模仿範啊 老師你真的很奇怪耶 會把他們聯想在一起的原因 在於這兩部作品各自用了不同的方法 深入而且立體地描寫了人性 麥田捕手裡面有跨世代的青少年煩惱 就算我們跟霍爾頓生活的時光不同也能理解 而模仿範則是把各種年紀各種個性的角色集合起來 放在二十世紀末日日本 我們不但可以讀到不同的人性 也可以讀到一個精準的時代切面 而這種寫法也讓他們不太容易改變成影視作品 因為這類東西適合用文字表現 但是不太適合用圖像或者真人表演 只是如果不看這個部分 只看劇情的話 這兩部作品就難以顯出原來的深度 模仿犯還有劣奇的連續殺人案 麥田捕手可能就只剩下無聊 喪失了原作的吸引力 難道說經典作品都不容易改變成影視作品嗎 這倒也不一定 舉個例子來說 最近分批重新出版的克里斯蒂作品集 其中有好幾個故事 就曾經在不同的年代被改變成影視作品 有的雖然不怎麼樣 但是有的的確相當不錯 現在還會被挑出來改編的作品 肯定有它的經典魅力 改編的成績跟原作的經不經典沒有什麼關係 倒是和改編的人有沒有創意和技術有關係 幸好現在很多經典作品也都做了電子書 我們剛剛提到那些其實都是 老師我有問題 你剛剛說馬魁斯的繁體中文版比較晚才授權 那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沒有一起做電子書 反而要再等幾年了 有些是因為那個時候無心做電子書 或者是沒有簽到電子版權 所以後來等要續約了 又重新出版了 才要一起處理 還有一種狀況是 出版社打算要出系列做的新作了 過去來說他就會一起處理舊作 例如說換封面或者再刷之類的 現在可能就會出電子書 例如艾特武前幾年的《正慈》和《十女》的故事 還有今年的《瘋狂亞當》三部曲 此外橫溝正水的《八木村》和《犬神家》一族 《橫山秀夫》的《高度狂熱》和《動機》 《島田裝色的成名作》《沾心樹山事件》 還有我很喜歡的丹尼斯勒漢作品《神秘河流》和《隔離島》 現在大家把信用卡拿出來 只要乖乖聽話刷下去 哇 書好多 根本就是經典大爆發 其實把經典書目做成電子書 不但可以避免音量難以估計的麻煩 也方便後續增補內容或是做版本比對 而且經典文學仍然是影視改編的重要靈感來源 有經典電子書的話 被影視作品勾起興趣的讀者 就可以快速地買到跟讀到原著作品 但是有這麼多書 要從哪一本開始才好 只要點進書單 方方書件 隨便挑一本你覺得有趣的都可以 你的確有可能一時不知道它會成現的經典 但經典的好處就是 它幾乎都不會讓人覺得無趣 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再讀 常常都有新發現 再說電子畫的經典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會忘記書的厚度 像《三浦子怨》的《鞭舟記》或《強風吹符》 當時紙本書厚得跟磚頭一樣 雖然一讀就會入戲 但是很多人還是不敢翻開它 像有了電子板 你一頭就會塞進去了 所以現在大家只要乖乖地把信用卡拿出來 啊 老師 你不要再加書單了啦 布布老師不知道為什麼 從沒有鬼的恐怖小說 一路加了一大堆經典書單 每一本好像都很有趣 愛意思都幫大家整理答正義啦 大家和我一起來試試吧 除了買書看書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還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對了 還要記得準備好你的魔法小卡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掰掰 掰掰 啊 剛肉獎緊急嚇唸了 他寫什麼小說啊 妖怪推理 老師你為什麼最後還是要講這種恐怖的東西啊 但是你頭沒有妖怪嘛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來自我 然後把他在清智的方式 變得很快